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现在我在云南的建水县 大家看我后面有一座特别有名的桥,叫做双龙桥 双龙桥也是建水县这边一个特别有名的景点 凡是来建水这边去旅游的,基本上都会过来这边打卡哦 接下来我们到这个桥上去转一转 面前这座桥叫做双龙桥,也叫十七孔桥 为什么是十七孔呢?就是有十七个孔啊,大家可以数一下 这边左边有三个孔,右边有十四个孔 左边的三个孔跟右边的十四个孔其实有点明显的不太一样啊 但是因为左边的三个孔它是早些年间是建好了 后来呢,又加建了,续建了十四个孔 所以就总体算下来是十七孔 据说这一座桥是能够跟颐和园的十七孔桥去相媲美的 所以它是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还有它一个桥梁史上的一个价值 等一下呢,我就沿着这个湖边,这个河边走走走走 走到那边的尽头,去到这个桥上面 然后我们从这个桥走过去,去转一转 给大家具体看一下这个桥的特点 我们下注在哪里 真的很好 2位,3位 3位 3位 小虎 小虎 帮我再转转一下 接下来沿着这个河边往前走 今天来的人还算是不多 只有零星的一些游客 如果说是白天中午上午的时候 游客就会很多 大多数的游客基本上是坐着小火车 到这个地方他就会停下来 然后会有大概几十分钟的一个休息时间 那游客就会下车下火车来到这个双龙桥去打卡 看今天过来打卡的基本上是叔叔阿姨 来到这个双龙桥这边拍照 其实最好的时间点应该说是傍晚的时分 夕阳西下的时候 那阳光一照在这一种座桥上 然后倒映在水中 哇就风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美 真的是如梦如幻 你看现在这边有叔叔阿姨的拍照了 这里有旅游搭子的话就是比较好 可以拍照 从这边可以一直走到尽头 那边会有一个出入口 可以上到桥上 这个景点它是免费的景点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景点 因为来到这边可以说发发呆啊 然后感受一下那种宁静 那种静谧的感觉 那就很好啊 相对来说是比较安静 周围的话不会像那种古城太喧嚣太繁华 在这个地方你看旁边会有一些草坪什么的 可以拿个垫子坐在这 然后来个野吹春日的一个郊游 在这个地方 然后看着桥吹着风 非常的棒 这边有双龙桥的一个简介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边就是桥的一端 可以从这边去上桥 看着旁边路口会有一些人在卖水果 现在我已经走到这个桥面上了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桥面 这桥面是凹凸不平的 而且都是用大块的那种石头去铺装的 看得出来有很长时间的一个历史了 有上百年了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桥的边缘 历史斑驳的痕迹啊 双龙桥位于卢江河、踏冲河的交汇处 因为两条河流如双龙一般蜿蜒而得名 在清乾隆年间 人们是先建了三孔桥 奠定了双龙桥的基础 到了道光年间 又增建了十四孔 跟原来的三孔相连 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十七孔桥 这一种分两次建设的方式 使得双龙桥在历经岁月的洗礼后 仍然能保持着坚韧和稳定 整座桥是用轻石砌成的 桥深全长148米 宽3米 高和桥宽均为8.6米 桥基高5.3米 桥深用巨石砌成 石块打着平整 镶嵌紧密 展现了古代工匠的精湛记忆 桥墩之上还建有一个大阁楼 下面留有泄水的孔洞 设计很巧妙 既美观又实用 桥面的青石板经过数百年的磨损 变得光滑蹭亮 见证了这座桥的悠久历史 刚刚也带大家看了这个双龙桥 接下来呢我准备要去菜市场买点吃的 准备要解决一下今晚的晚餐 美景也要有 但是美食必不可少 见水这边有一个观光小火车 就是走的这一条铁轨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铁轨的宽度 它这个是寸轨 也就是说不到一米 之前看过的在萌字那边看到的是米轨铁路 刚好是一米的宽度 而这边是不足一米 所以叫寸轨铁路 穿过了菜市场 我现在来到这边的摊点了 我昨天有过来看过 这边有烤鱼 老板你这烤鱼是罗飞鱼吗 对 罗飞鱼啊 我要一条小的 小的多少钱 就是只有小的 20 给我来一条 可以在这吃吗 还是得要自己打包拿回去 你要在这里吃也行 我在这吃吧 在这里吃 对 这就是我今天的晚餐 一条烤鱼 好香啊 刚刚烤出来的 你看看面还滋滋冒油呢 再加上我刚刚买的一瓶冰红茶 两个一搭 我觉得今晚的晚餐还不错 好了 现在开始尝一尝这条鱼啊 是现烤的 本来也可以说打包回去 回到营地那边去吃 但是我觉得打包回去 它可能会凉了 凉的话味道可能又不太一样 所以呢我就现做现吃 嗯 味道很好 很嫩 鱼肉 刚烤出来吃 来尝一下 嗯 嗯 味道简直不要太好 我刚刚要老板加了一丁点的辣椒 不要再加太多 加太多的话太辣 但是如果不加的话 这个味道可能又没那么好 所以加一丁点刚刚好吃 已经好久没有说自己一个人吃的这一块 这一条鱼了 以前的话都是吃烧烤 烤串 也就几串 没有说像整这么一条鱼 然后单独只吃一条鱼了 也算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了 这个鱼真的是越吃越有味道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鱼的中间包着这个 辣椒 还有蒜蓉 然后的合在一起 哇 那味道 鱼肉的味道 刚好掺杂着这个辣椒 特别的 啊 反正就是特别的有味 津津有味的有味 嗯 太好吃了 好了朋友们我要认真的吃鱼了 今天这一期视频就先暂时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今天吃好喝好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拜拜